今天奔跑吧发布新海报 开始放出新一季播出计划 从相关信息披露看 新一季的奔跑吧将在第二季度开始后的每周五晚和大家见面 也就是说 再过十来天 就可以看到新一季了 新的海报挺有意思 邓超 作为跑男团的团长 毫无疑问地占据了画面最中心的位置 Andale Bobby是绿叶中唯一红花 自然也是C位当仁不让 李晨在跑男中的定位是能力者 自然占据了龙手位置 毕竟划船主要靠他这个大黑牛 王祖兰正台陈鹤 分散在四周 保持着各自的特色 搞笑的 打酱油的 角色形象和本身定位比较符合 值得关注的倒是陆寒 虽然位置相对靠后 没有占据画面中心 但是他享受了比邓超 比比更优厚的待遇 首先是露出了全身 占据了最大的画面尺寸 为了突出他 设计者还特意将陆寒 与跑男团的其他成员拉开一点而距离 其次是角色 他是唯一的鼓手 手拿鼓锤的他在一群人中也格外显眼 巧合的是 其实今天跑男团真的在杭州西西划船 陆寒还真是鼓手 也算是发挥了音乐人的节奏特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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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链植